检查出癌症晚期的当天 和我结婚20年的妻子表示放弃治疗 一手带大的儿子亲手拔下我的氧气管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妻子贴在耳边告诉我 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她爱的一直都是当年带她飙车吹风的笑霸 就连儿子也不是我亲生的 她会和我结婚 都是为了报复我当年的告密 她眼睁睁地看着我 窒息而死 再睁眼 我已经回到了高中的年 喂 李斯安 我不小心把你推下楼这件事 你不许告诉你爸爸 我躺在病床上 双眼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临死前那种窒息的痛苦 仿佛还藏在胸腔之中 让我痛苦万分 耳边是宋英熙趾高气扬的声音 感觉到小腿传来的密密麻麻的痛感 我才真切地感觉到 我竟然重生了 重生在高二那年 宋英熙找我借钱 却在我拒绝之后 把我推下楼的时候 李斯安 我再给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 肩膀被人用力地推了一下 我皱了皱眉 偏过头过 看向年轻时候的宋西英 比起二十多年后 养尊处优的宋英熙 现在的她 还十分稚嫩 身上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 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她此时正向我抱怨着 为什么没有理她 见我只是看着她不说话 宋英熙又开始数落我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还有 我向你借钱这件事 你不能告诉我妈妈 对了 二十万好像不够 不如你再多给我十万吧 张嘴就要 找我借三十万 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 说出口了 宋英熙 是我从小 资助的贫困生 六岁那年 爸爸带我去做公益 我一眼 就选中了宋英熙 当时她只有六岁 瘦瘦小小的她 抱着一个破步娃娃 站在一群小孩子的边缘 大大的眼睛 流露出对上学的渴望 我当时就走过去 牵起了她的小手 我告诉我爸爸 我要资助这个妹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用自己的零花钱 供她上学 把她当成亲生妹妹一样疼爱 宋英熙的原生家庭很不好 妈妈在饭店里给人刷盘子 赚取一些勉强糊口的工资 除此之外 她还有一个经常喝醉酒之后 就家暴打人的父亲 曾经好几次 资助给她上学吃饭的钱 都被这个父亲抢走 转身就拿去打麻将 这还是后来 有一次她哭着来找我 让我救救她妈妈 我才知道的 当时的宋英熙 光着脚跑了好几里地 才找到我家 跑的双脚都是血泡 见到我的时候 她跪在地上 求我救救她妈妈 我和家人赶过去的时候 宋西英的妈妈 就快被她爸爸打死了 那天 我第一次见到 世界上还有如此可恶的父亲 更加坚定地 把宋英熙护在我的身后 我求爸爸让她的妈妈 来我们家当保姆 连带着宋英熙 一起住进了我家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宋英熙 牢牢地护在了我的羽翼之下 我给她提供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让她考上好的大学 牺牲自己的时间 帮她补习功课 她喜欢唱歌跳舞 我用自己的零花钱 给她找了老师 教她学习 宋英熙知道 这是自己唯一能抓住的机会 她一直在拼命学习 成绩稳定在年纪前十左右 可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宋英熙变了 她爱上了学校里的校爸 甚至为了 给她买一辆机车 偷走了我家的钱 我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为了给校爸一个教训 就报了警 她被抓进少管所教育 而宋英熙 在离开她之后 果然考中了名牌大学 毕业那年 她主动向我告白 一年后 我为她 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只是在我临死前 她才告诉我 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在我躺在ICU里的时候 我一手带大的儿子 亲手拔了我的氧气管 黎思安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和你在一起 都是为了报复你 你当初为了得到我 故意报警 害得许冠男坐牢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忘不了他 这个孩子 也不是你的 是我为了报复你 和别的男人生的 怎么样 被我耍得滋味很痛苦吧 你的这点痛 根本比不上我失去冠男的痛 黎思安 下辈子 我希望你能离我远一点 黎思安 你说句话 你不会是这么小气 不肯借我吧 思安 你最好了 只是三十万而已 你就借给我吧 宋英熙见我一直呆呆的 拉着我的袖子撒娇 我双眸沉了沉 随即把袖子 从她的手里扯了回来 你借钱做什么 我重生的这个时间段 宋英熙应该已经爱上 笑霸许冠南了 这次为了找我借钱 也是为了给她买礼物 许冠南虽然家境不好 可她长相出众 一米八五的身高 冷白的肤色 和高冷俊秀的外表 让她在一众普通学生之中 脱颖而出 更何况 许冠南身边 总是围绕着各种笑话美女 西想要跟她在一起 只能通过送礼物 才能得到她的一个眼神 前世的时候 也发生了这件事 但是并没有借给她 宋英熙因此 跟我生了好久的气 更是故意 把我推下楼 让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 许冠南生日那天 宋英熙和她去酒店开了房 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了她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让你借你 就借给我好了 三十万 对你来说 还不是小意思 我一直追问 让宋英熙有些不耐烦了 我知道 你是想给许冠南送礼物 对不对 宋英熙说的没错 这二十万 我的确拿得出来 可不管前世今生 我都不想出 你 你怎么知道 我的话音刚落下 宋英熙的脸庞就红了 她用双手拖着脸蛋 提起许冠南时 双眸之中 好似盛满了星光 就连嘴角 也忍不住地向上扬起 你也觉得她很帅对不对 上次我被小混混堵在胡同里 就是许冠南救了我 当时她就像天神一样 出现在我的面前 别人都说她不好 可我觉得 许冠南只是不会表达而已 她如果是个坏学生 怎么会救我呢 我听说她很想买一辆机车 所以我才想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 斯安 你对我这么好 不如就帮我这个忙吧 据我所知 许冠南想要的那辆机车 要四十多万 宋英熙之所以赶张口找我借 就是因为知道我不会拒绝她 从小到大 我帮她收拾了无数次烂摊子 为了她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金钱和精力 可因为一场救命之恩 宋英熙能眼睁睁地让我去死 这怎么不让我寒心呢 所以这一事我决定把所有对她的好都收回来 我想看看离开我之后的宋英熙 到底能不能和许冠南中成眷属 想到这里我勾了勾唇脚 英熙 许冠南对你的救命之恩就只值二十万吗 那你的救命之恩也太廉价了 我不着痕迹地给她洗脑 电视剧里不是都这么演的吗 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她救了你 你应该把你最重要的东西献给她才对啊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许冠南就会答应做你男朋友了 啊 这 这不太好吧 听到我的话 宋英熙的脸更红了 她扭捏着身体 似乎很害羞的样子 这有什么不好 现在的社会这么开放 女孩子主动一点 也没什么的 可是 可是你不会生气吗 她小心翼翼地瞥了我一眼 似乎想要确认 我心里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心里微微一沉 宋英熙果然知道 我是对她有好感的 所以 前世她明明知道 仍然这么做了 把我的一片真心 放在脚下 踩得鲜血淋漓 心脏传来微微地刺痛 我用手压了压 直到这股刺痛彻底散去 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丝感情 也永久地消散了 宋英熙 如你所愿 这辈子 我绝对会离你远远的 我看着宋英熙 摇了摇头 我为什么要生气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反正我的零花钱已经花光了 没有钱借给你 听说二班的校花 想要给她买跑车呢 就是不知道 你还有没有机会了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宋英熙果然坐立难安 她皱着眉头 像是在思考我说过的话 没多一会 她像是下定了决定一样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我 我再想想 对了 我该回去上课了 三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宋英熙走了 我知道 她一定会去的 毕竟 上辈子她就这么做的 这辈子有我推了她一把 我相信 她一定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宋英熙走后 病房里再次探出来 一个小脑袋瓜 一双猫似的眼睛 滴溜溜转了两圈 看到病房里没有别人 才拉开房门 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 黎思安 你还没死呢 楚兰盯着我 阴阳怪气道 你那个好妹妹呢 她怎么没有管你 我让她走了 楚兰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后来我决定资助宋英熙之后 更多的时间 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前世的时候 楚兰一直不喜欢宋英熙 我们结婚前 她还特意提醒过我 可惜 我没有当回事 后来 她被家族送出去联姻 丈夫是个精神病 她被活活打死了 再次看到活生生的楚兰 我内心有些激动 她听完我的话 仿佛听到了什么 不可置信的消息一样 瞪大眼睛看着我 还走过来摸了下我的额头 没发烧啊 怎么就说胡话了 你竟然忍心赶她走 你不是最喜欢她了吗 她说完 还朝我翻了个白眼 我知道 我以前的确是那样的 因为觉得宋英熙的原生家庭很可怜 所以 平时对她多了几分怜悯 楚兰和宋英熙有矛盾的时候 我也只会说她 这一点 的确是我错了 那是以前 以后我不会了 你说真的 楚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 才知晓我没有撒谎 她夸张地松了一口气 拍了拍我的头 说道 你终于不瞎了 你看看那个宋英熙 在学校里 都快嚣张成什么样子了 我说 她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生气 都被她亲手杀了一次了 还不够啊 这些话我没有告诉她 生怕吓到这个小姑娘 看着她此时鲜活的表情 我根本无法 把她和十年后 那个绝望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楚兰上辈子 是被活活打死的 她的父母 却为了得到好处 和那个男人和解 她的死 连一丝浪花都没有激起 就消失在两家人的欢乐之中 老天爷既然能让我重活一世 除了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我同样 想救下楚兰 她曾经说过 自己的梦想 就是要走遍全世界 上辈子 她没能实现的梦想 在这辈子 我来帮她达成 别问这么多 对了 这次的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吧 你考了多少分 卷子拿出来我看看 这 这个就算了吧 哈哈 我 我还有别的事情 先走了 听见我说成绩的事情 楚兰抓着书包袋 就想逃跑 我手急眼快 直接伸手抓住了她的书包 一个巧劲 就把她的书包抢了过来 啊 黎思安 你不许看 她扑过来 想把书包抢回去 可我早就 先她一步 把卷子掏出来了 干净的试卷上 大部分的题目都空着 即使是写满了题目的地方 大多也是错误答案 看着试卷上鲜红的29分 我朝楚兰挑了挑眉 出去了 考了29 比上回多了三分 那又怎么样 反正我就不是学习那块料 楚兰气呼呼的 把试卷抢了回去 坐在床边生闷气 你以为我想考这么点分啊 可我根本学不下去 那个女人找来的家教老师 也是个没用的 怎么教我都教不会 她儿子这次又考了双百分 我那个爸爸肯定高兴死了 楚兰的爸爸是个纯纯的凤凰男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 妈妈因病去世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楚兰的爸爸就娶了新的妻子 一开始 楚兰的爸爸对他还是不错的 等到后妈的儿子出生后 他的父亲就完全变了样 那个后妈也是个人精 他对楚兰完全是放养的态度 要不是还有我们家护着 楚兰早就被他的那个后妈 吃的骨头扎子都不胜了 可即使如此 上辈子也没能阻止 他去联姻的命运 以后你每天放学之后 来我这里补习 我来教你 我的提议不容拒绝 楚兰挣扎了两下 最后还是 在我强硬的态度下答应下来 我翻了翻他的卷子 发现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 如果要补习 还要从头开始才行 他后妈找来的家教老师 都被收买过 根本不会认真教导他 导致楚兰根本学不进去 只能恶性循环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我一边好哈养病 一边教导楚兰功课 他虽然不算很聪明 却绝对不笨 在我的帮助下 他差不多能达到几个线了 现在离高考 还有一年的时间 帮助楚兰考个新疑的大学 应该没有问题 除了楚兰 这两个月里 宋英熙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他偶尔会给我发个信息 问问我好了没有 更多的时间 是跟我聊着关于许冠南的事情 他真的很爱许冠南 把他的每一件小事 都放在心上 又像是在向我炫耀一样 每天向我诉说着 关于许冠南的点点滴滴 离思安 许冠南今天来学校上课了 他穿着一件红外套 好帅啊 今天看到许冠南打球了 寇篮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他都会 他果然很耀眼啊 好气哦 隔壁的校花又去缠着许冠南了 他难道不知道 许冠南最讨厌香水味了吗 这样的短信 我一天都能收到好几条 其中夹杂着偶尔几条他 询问我病情的信息 对于这些短信 我一条都没有回复 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直到许冠南生日的前一天 也是我准备出院的日子 宋英希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李思安 我已经准备好 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他了 你说 许冠南会开心吗 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行李 楚兰得知我要出院的消息 一早就来帮忙了 谁给你发的信息 他一边帮我把东西塞进行李箱 一边悄悄 朝我的手机上瞟两眼 我见到他的小动作之后 觉得有些可爱 想看就看吧 是宋英希 楚兰伸着脖子 好奇地看了两眼之后 脸都黑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把自己当成礼物 献给许冠南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 难不成 他还希望你阻止他吗 我摸了摸下巴 心里也摸不清楚 宋英希是什么意思 上辈子我没有提议他这么做 他也没有过问我的意见 可现在我不管他了 他又要问我做什么 我跟你说 你不要管他了 他喜欢就让他去做 李思安 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因果 尤其是像宋英希这种人 楚兰像只小母鸡一样 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 双手插着腰 说什么都不让我再管宋英希了 今天你的手机就保管在我这里了 走 我先送你回家 好好 我都答应你 我装作投降的样子 让楚兰随意摆弄 他快速地把床上的东西收拾干净之后 扶着我走出了病房 我说黎叔叔他也真是的 你出院这么大的事情 他都不放在心上 总不能你是男孩子 就要求你坚强独立吧 我也就是算了 我爸他嫌弃我是个女孩 本来就不喜欢你 楚兰 不要妄自菲薄 你值得任何人喜欢 现在这个时候的楚兰 在后妈的刻意养肺和打压下 已经有了自卑的现象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他重新建立起信心 让他知道 自己是最好的 斯安 你不用安慰我了 我知道我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连我爸都说我是个废物 他已经决定 等我毕业之后 就送我去联姻了 我好像也只有这点用途了 楚兰垂下眼睛 卷卷的睫毛上挂着一颗泪珠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上辈子到底在做什么 把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 捧在手心里 却遗忘了 真正需要关心的人 不是的 根本不是这样 楚兰 你不是废物 你的成绩已经越来越好了 你以后一定会考个好大学 不如 我们一起去清北吧 我不想看到他这么颓废的样子 静止跳着一只脚 把他拉进我家的麦巴赫里 快走 马上跟我回去做十张卷子 我看你还有没有心情胡思乱想 十张 黎思安 你要杀了我呀 果然 在卷子的压迫下 楚兰很快就恢复了活力 在我们回家的这段路途中 我的手机又响了好几次 但我我都没见 楚兰悄悄地看了一眼 发现是送音戏之后 直接把手机给关了 在做这件事之前 他还偷偷看了看我的脸色 发现我没有阻止他 这才大胆地把手机给关掉了 看我对他这么做 没有任何反应 还偷偷地笑了好几次 等麦巴赫 停在我家别墅门口的时候 他已经恢复了之前的活力 黎思安 你腿脚不好 等我去给你拿轮椅 他说完这句话 就从后备箱里去帮忙了 我看了一眼司机王叔 他竟然还能稳稳地 坐在驾驶位上 王叔 你嫁我来当司机多久了 王叔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回少爷 有五年了吧 已经五年了 五年 都没有让你认清自己的职责吗 我扳着脸 对司机的态度 此时的态度很不顺眼 楚兰是我的客人 可这个司机 竟然任由我的客人去帮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王叔 好像还是宋英熙推荐来的 啊少爷 对不起 我这就去帮忙 王叔好像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该怎么做 可我已经不想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王叔 你明天不用来了 说完这句话 我任由楚兰搀扶我 坐在上了轮椅 不顾身后的 王叔怎么哀求 我都没有松口 他见我心肠实在是冷硬 只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不甘心地转身走了 你们家这个司机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瞪你呢 楚兰为我打抱不平 我对他摇了摇头 都是因为我对他们太好了 让他们忘记了 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一想到家里还有一个 我就觉得很烦 我推着电动轮椅去按了门铃 过了好一会 里面才传来宋英熙妈妈 懒洋洋地询问 谁啊 听着声音 好像才刚刚睡醒 我脸色一沉 直接开口道 是我 啊 是斯阿 不好意思忘了 你今天出院了 宋英熙妈妈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实际上等了好一会 她才把门打开 当看到她的打扮的时候 我不出意外的脸色更黑了 许姨 你为什么穿我妈的衣服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生病住院了 是很严重的癌症 我记得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已经剔光了头发 为了不吓到我 她还特意戴上了一顶假发 妈妈总是很温柔的样子 就连她在生病承受痛苦的时候 也会为我着想 我爸跟我妈的感情很深 他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在面对生死离别的时候 不知道红了多少次眼眶 甚至 向来不信神福的爸爸 竟然独自跪了九千多级的时间 为我的妈妈祈福 就连我 会资助宋英熙 也是为了我的妈妈 我想多做一些好事 这样妈妈 就会有更多的福报 说不定病就会好起来 可惜 在我七岁那年 我妈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 妈妈死后 爸爸就彻底地陷入了工作之中 以此来发泄她的痛苦 长久只来 照顾我的 都是宋英熙的妈妈 我曾经也把她当成很好的长辈 可是 我现在看到了什么 宋英熙的妈妈 竟然穿着我妈的衣服 就连手上 也带着我妈的首饰 楚兰 报警 我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我妈的衣服和首饰 我都好好的 保存在她的房间里 许一竟然私自拿出来穿戴 简直就是 触及到我的逆灵 见我要报警 许一瞬间慌了 四安 你这是要干什么 许一不过是要试戴一下罢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 你别报警了 哼 试戴 你凭什么是带四安母亲的东西 不问自取就是偷 楚兰一边帮我报警 一边忍不住骂她 许一果然气得不轻 你这个小丫头 我们家的事 用得着你管吗 四安的事 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这是四安让我报警的 说着 还当着许一的面 按了报警电话 许一想要把她的手机抢过来 我趁着她不注意的时候 用脚拌了一下 她一个不注意 从台阶上滚了下来 头磕在了台阶上 血很快就流了出来 四安 她没事吧 见许一流了血 楚兰有些害怕的 躲在我的身后 她自己没有站稳摔倒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总不会是我这个坐轮椅的人 绊倒她的吧 我垂下眼帘 遮住眼底的讽刺 这辈子 我要把所有关于宋英熙的事情 都清楚出去 黎思安 你怎么能这对我 许一捂着一脑门 血爬了起来 脸色难看我 注视着我的楚兰 眼底全都是愤恨 许一你这话说的 你不过是我家的一个保姆 还是一个偷了我家东西的保姆 我怎么对你了 我淡淡地说出这句话 许一的脸色 马上就变了 她仿佛不敢置信 这句话竟然是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的 因为在这之前 我还对她很是恭敬 有时候我都觉得 上辈子的我是不是被宋英熙下了降头 不然 怎么就对她那么好 甚至看不清 她对我的虚情假意 供她去国外读书 和她结婚 甚至 还让她害死了我 我死死地捏着拳头 眼眸深处 竟是对她的滔天怒火 你这么对我 难道就不怕兮兮生气吗 文言 我只是 回复她一声冷笑 宋西音又怎么样 一个保姆的女儿 是我把她捧得太高了 让她忘乎所以了吗 许一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什么 只是前来的警察 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是谁报的警 是我 是我 楚兰立刻从我身后跳出来 把手举得高高的 是这个许阿姨 她本来是我朋友家的保姆 却偷了她妈妈的首饰 待在身上 还偷偷穿她妈妈的衣服 我怀疑 她是不是把我朋友的东西 拿出去卖了 事情是这样吗 两个警官对这种事 已经见怪不怪了 例行询问的时候 许一疯狂摇头 不 没有 我没有想偷东西 四安 你说句话 你别忘了 你妈死后 都是我在照顾你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许一这时候才知道 我是来真的 不是吓唬她 顿时慌了神 她甚至跪在地上 想要求我们放她一马 可我如今已经变得冷时心长 对于弄脏了我妈妈遗物的人来说 她根本不配得到我的原谅 她被带走的时候 还在叫嚣 我竟然会这么对她 宋英熙不会原谅我的 可是 她原不原谅 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会如她所愿 远远地离开她的世界 四安 警察走了之后 楚兰仿佛看出我的难过 我不知道 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变得这么冷漠 可是四安 我们是好朋友 你如果想要倾诉的话 我一直都在 注视着楚兰的眼睛 我心底烧暖 也许我上辈子 并不是那么失败 最起码 还有一个人 他曾经真心待我 说得不错 等一会我再给你出十张卷子 写不完 你就别走了 啊 天杀的黎思安 你公报私仇 他做事要掐我的脖子 我抬手去挡的时候 他脚下一滑 竟然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楚兰的小脸 瞬间就变得通红 他起来之后 我默默地收回了 拦在他腰间的手 此时的气氛有些暧昧 楚兰红着小脸 都不敢拿正眼看我 我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鼻息间萦绕的 都是楚兰身上的气息 他的味道和宋英熙成年后的香水味不同 十分干净成澈 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三 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他把我推进了我的家里 相隔一室 我再次回到了这个家 曾经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上辈子 我和宋英熙结婚之后 就不住在这栋房子里了 他要求我在他工作的地方 买了一层大平层 这栋别墅就这么搁置下来 我进来之后 发现二楼的门竟然开着 那不就是我妈的房间吗 难道 刚才许姨就在我妈的房间里 我脸色一变 竟然忘了 我的腿还骨折着 静止放开轮椅 朝着二楼走了过去 三 小心点你的腿 伤筋动骨一百天 我的骨折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可石膏还没拆 楚兰很关心我 他见我很着急的样子 就扶着我去了二楼 到了二楼 我才发现 我妈的房间果然被打开了 推开门的时候 我险些当场气晕 这 都是许姨干的 房间里 我妈的衣柜被打开了 里面的衣服 全都被拿了出来 还有我妈的首饰和珠宝 就这么胡乱地扔在床上 最可恶的是 我妈原本平整的床单上 明显有着被人睡过的痕迹 是许姨 她在我妈的床上睡过觉 她真的 好恶心 我气得浑身发抖 拿出手机 把这些照片都拍下来 然后再次报了警 这次警察来得很快 他们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这些 都是刚才那个女的干的 没错 我冷着脸点了点头 我怀疑她还偷了别的东西 而且 我要拿这些东西去间店 可以 我和楚兰站在门外 看着几个警方的人员 调查了现场之后 把妈妈所有的首饰都带走了 去监定了 这期间 楚兰一直陪着我 生怕我气坏了 这个许姨 真没想到 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抿了抿唇 也都怪我 是我把他们捧得太高了 所以 他们才会基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很难想象 上辈子的时候 我从史志中都没有发现过这件事 他们会把我妈妈的东西 糟蹋成什么样子 警方人员在采集了指纹和现场之后 又把我们带到了警局 许金花一开始还不承认她偷东西 可当警方人员带着证据回来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慌了 不 不是我 我没有想着偷 我只是 看着那些东西好看 想要试试而已啊 斯安 我从小就照顾你 你不能没良心啊 你怎么能让警察抓我呢 她还想道德绑架我 我直接反讽她 你照顾我 可我家也给了你钱 你女儿上学 吃饭 不都是用的我家的钱 甚至 我家的司机 还叫许西音小姐 她算哪门子的小姐 许金花 你最好老实交代 到底都偷了什么东西 坦白从宽 如果让警方查出来的话 可就十年起步了 我妈放在明面上的首饰 都不算非常贵重的 但 总价也有个几百万 如果许金花 曾经偷拿出去卖过 那就只能送她进去吃公家饭了 一听要坐牢 许金花整个人都贪了 她当着我的面 狼狈地哭了出来 原本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也变得一塌糊涂 粉底和眼睛混合在一起 恶心地要命 斯安 你不能这么做啊 你这样做 西西就不会和你在一起了 许金花到现在还认为 只要她说出宋英熙的名字 我就会再次妥协 她期待看到我失神紧张的样子 可惜 这一次 她注定会失望 在审讯室外 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笑 宋英熙 和我在一起 她也配 你 你怎么能 这一次 许金花再也没有能拿捏我的了 她瞪大眼睛 仿佛难以置信 我竟然会如此的冷漠 许一 恭喜你获得十年牢狱之灾 放心 我一定会找一个最好的律师 让你在牢里过得丰富多彩 看着许金花崩溃的样子 我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就连脸上的微笑 都变得更加真诚 楚兰扶着我离开警局的时候 宋英熙才匆忙赶来 她脸上画着夸张的妆容 已经脱下了校服 换上了超短裙和小吊带 原本干干净净的手腕上 也带着七八条金属链子 打扮得非常时尚 李思安 你竟然把我妈妈送进警局 她冲过来就想打我 扬起的巴掌 差一点就贴在我脸上的时候 楚兰直接捏住了她的手腕 姓许的 你凭什么打人 你妈偷东西 思安到她怎么了 你怎么跟她在一起 我妈不过是犯了一点小错 那些手势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让我妈拿出去换钱怎么了 反正李思安说过 要照顾我的 我说要资助你上学 可没说要照顾你妈 我伸出手 抓住了楚兰的手腕 等她放开之后 又拿出纸巾 把她的手上碰到送音溪的地方 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以后别碰这种人 脏 嘿嘿 好 楚兰乖巧地 让我擦手 大大的眼睛完成月牙 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我忍不住抬手摸了摸她头发 果然像小兔子一样 说起兔子 我突然想起 我们三个小时候 曾经捡到过一只 被人遗弃的小兔子 我还记得 那只兔子是小露色的猪如兔 因为楚兰家不方便养宠物 所以 就让在了我们家里 那段时间 楚兰每天放学 都跟我和林茜 一起回家看兔子 可是有一天 那只小兔子 突然就死了 宋音溪说自己亲眼看见 是楚兰摔死了兔子 我当时并没有相信她说的话 现在想来 那只兔子 说不定是宋音溪自己摔死的 就是为了栽赃到楚兰身上 李一丝安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难不成 就因为我喜欢上许冠男 你就要报复我吗 看到我这么冷漠的样子 宋音溪气得跺脚 就连身上的各种挂剑 也稀里哗啦地响 她撅着嘴 就连声音也变得十分尖锐 吵得我头疼 宋音溪 我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自恋 脸上露出几分嫌恶 我没想到到现在宋音溪的脑子里 还在想这种事 你喜欢谁 跟谁在一起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你妈会被送进监狱 是因为她偷窃我家的财物 你也快十八岁了 不会连法律都不懂吧 我这一番话 说得非常的无情 现在看到宋音溪的脸 我已经心如止水 甚至还会觉得她很烦 她一直挡在这里 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 还不如让我和楚兰赶紧回家 去多做几张卷子 重生的机会如此珍惜 我不愿意把事情都浪费在 和宋音溪 争执到底爱不爱她的事情上 宋音溪看到我无动于衷的样子 竟然直接哭了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说过 要永远对我好的 黎思安 你骗我 楚兰扶着 我正在往外走 此时听见她的这句话 我只感觉到讽刺 是啊 我曾经说过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可是她呢 那个会对你好一辈子的黎思安 已经被你亲手杀死了 说完这句话 我原本想要拖也不回地离开 可在想到什么之后 又折返回来 警察先生 我要报案 在两个月之前 我被人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造成了骨折 我要报警 告她故意伤害 这个人 就是宋音溪 两个警官一听 还有这种事情 立刻把宋音溪抓了起来 这位小姑娘 跟我们回去了解一下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黎思安 你怎么这么小气 快放开我 宋音溪还想狡辩 我当时就拿出 她把我推下去的时候 拍到的监控 当时 宋音溪的脸色精彩极了 她一直认为 我一定会被她拿捏 肯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可她没有想到 我已经不再是我 这段监控 我重生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手了 现在交出来 就是为了和宋音溪 划清界限 有了证据 在我不愿意和解的情况下 宋音溪被抓了进去 和她妈妈被关在了一起 而我 则带着楚兰回了家 指导她做了十张卷子 楚兰虽然嘴上吐槽不愿意做 可每一道题 她都在认真解答 帮她改试卷的时候 我发现 她的进步很大 只要再努力下去 就算是清北 我相信 她一定能够考上的 上辈子 我这么耐心教导的 是宋音溪 可她不仅不高兴 还总觉得 是我耽误了她和许冠南谈恋爱 既然她那么向我 这一辈子 就让她和许冠南相亲相爱吧 李思安 你饿了没有 对了 许一被带走了 晚上谁给你做饭啊 楚兰揉了揉肚子 我这个时候才发现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做卷子做得太嗨了 连晚饭都忘了吃 没关系 你等一下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李思安 你会做饭 楚兰眼睛都瞪大了 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我看着她惊讶的样子 好笑地勾了勾唇脚 我会做饭 有什么稀奇的吗 我倒是忘了 我重生的这个时间段 的确不会做饭 至于学做饭 那也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许英熙口味很挑剔 又不喜欢家里有保姆 于是 照顾她的责任 都成了我的事情 也因此 练出了一手的厨艺 现在想来 许英熙应该就是故意的 李思安 你在想什么呀 一双小手 在我的眼前晃了晃 是楚兰 不是说要给我做饭 我扶你下去 不过 你的身子能坚持住吗 不如 我给你煮泡面吃吧 以前我后妈惩罚 我不许吃饭的时候 我就偷偷煮泡面 味道还不错 她紧张地看着我 生怕我累到 但是又一副 想要尝尝我做的饭的 期待表情 没事的 我还没有这么矫情 楚兰 把我扶到一楼的厨房 我熟练地打开冰箱 拿出食材 打开天然气之后 准备做饭了 许英应该刚刚采购过 冰箱里的食材很充足 还有楚兰最喜欢吃的土豆 李思安 看你这熟练的样子 就像是真的会做饭一样啊 她双手拖着脸 坐在厨房外面的餐厅 眼巴巴地等着我头位 我本来就会做饭的好不好 我伸手摘下围裙 系袋子的时候 楚兰自告奋勇 帮我系上了腰上的袋子 好了 我还给你扎了一个很棒的蝴蝶念 你第一次穿围裙的样子 我还要拍下来 发到朋友圈里炫耀 她说完 静止拿出手机 咔咔地拍了两张 我穿围裙的照片 我看着她笑 并没有拒绝 我看过她死气沉沉的样子 看过她被打得鲜血淋漓的死状 对楚兰现在活力满满的样子 分外珍惜 我上辈子错过了很多人 这辈子 我只好想想珍惜他们 护他们这一生 无忧无虑 拍完照片之后 楚兰又和我自拍了一张 之后就发到了朋友圈 臭小子压着我做了十张卷子 作为补偿 她给我做饭了 学霸做的饭 你们还没吃过吧 哈哈 如此嚣张的口吻 再加上我和她如此亲密的照片 很快就引来了许多评论 我让她先去一边等着 随后拿出削皮刀 削了土豆的皮 切成块 之后做了一锅咖啡饭 煮咖喱的时候 楚兰早就左立不安了 她的小鼻子一抽一抽的 彻底被香味吸引 连手机都不想玩了 等在厨房门口 就差摇着小尾巴了 李斯安 范范 我把咖喱粉倒进锅里 空气中都是饭菜的香味 她深吸一口气 差点就要流口水了 马上就好了 快去洗手 马上回来 等咖喱饭好了之后 我拿出盘子装了两份 和楚兰坐在餐桌上 开始享受美食 吃饭之前 楚兰给这盘平平无奇的咖喱饭 三百六十度拍了照 美滋滋地发到了朋友圈里 学霸拍咖喱 好吧 我拿出手机 给她点了一个赞 给她点赞的时候 我无意间看到了 许英熙发的照片 看时间 应该是我们离开的时候 她发的 照片里 她抱着一个男人的腰 坐在一辆机车上在兜风 配的文字是 感谢你愿意来救我 你真是我的英雄 我迷了眯眼睛 看来整个人 就是许冠南了 是她把送英熙 一宝送出来的 我吃了一口土豆 觉得这两个人 真是绝配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黎思安 我以后每天到你家做卷子 你给我做饭好不好 反正你的爸爸 也总是不在家 我就当陪陪你 行不 够一起吧 楚兰端着盘子 凑到我身边 双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 毛子中全都是渴望 我笑着在她脑门上 谈了一下 你哪里是来陪我 分明是缠我的手艺 没错没错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 特别和我的口味 你就说 行不行吧 她霸道地凑过来 直勾勾地看着我 红润润唇 微微翘起 就连眼睛 也像是 堕入了银河之中 带着数不清的星光闪烁 我看着她的眼睛 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先说好 每天十张卷子 不许耍赖 十张就是十张 但是 我有优先点菜权 成交 第二天 是我开学的日子 也是许冠南的生日 我之前给宋英熙挖好的坑 正等待她跳下去 可除此之外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之前的司机 因为已经被辞退的关系 我在昨天晚上 联系了远在国外的爸爸 告诉他 关于许怡和宋英熙的所作作为 顺便告诉他 我已经决定不再自助宋英熙 思安 你长大了 电话另一边 响起了爸爸的惆怅声 我总觉得错过了很多 等这次国外的合作完成之后 我会回家陪陪你的 至于许金花和那个司机 爸爸会给你找新的保姆和司机的 为了补偿我 爸爸还给我转了一笔钱 让我随便花 我没有拒绝爸爸的示好 等第二天的时候 新来的司机已经等在外面了 一个很高大的男人 他穿着一件板正的黑色西装 包裹在布料下面的肌肉 看着就十分结实 我总觉得 他并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司机 少爷你好 我是老爷派来的新司机 我姓脸 我点了点头 李叔 走吧 先去学校 好的 少爷 李叔的话不多 技术却很厉害 车子很平稳地驶出了别墅 开到一半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从人行道里冲了出来 还好李叔猛地踩了刹车 不然 今天就发生交通事故了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不等李叔下车 那扑到车子前的人影 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是宋英熙 李斯安 你下车 他双臂拦在车前 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李叔显然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 用眼神示意我怎么解决 我抬起胳膊 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距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 随后就靠在了汽车的真体椅背上 开过去 不用管他 好 车子继续启动 宋英熙还想拦着 可面对已经启动的汽车 他最终还是不甘心地躲了过去 之后 我的手机就疯狂响起 全都是宋英熙打过来的 我嫌麻烦 全都拉进了黑名单 他又给我发微信 句句都是指责 李斯安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不就是轻轻地推了你一下 你至于 把我送进警察局吗 还有 你什么时候和楚兰那么关系好了 你还做饭给他吃 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 你就这么小气吗 还是你想控制我 不让我喜欢别人 李斯安 你说话 看着这些质问的信息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把宋英熙的微信账号 也拖进了黑名单 事件 终于安静了 二十分钟后 时隔二十年 间隔着生与死的距离 我再次站在了高二三班的前面 门内是学子们朗朗的读书生 我推门而入 走进了真正属于我的世界 至于和宋英熙的前世 就让他当作一场 名为清纯的噩梦 彻底地遗留在另一个时空吧 往后我与宋英熙 注定是不同时空的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会再有交集 从记忆里找到自己的座位 刚刚坐下 身侧就被人戳了一下 同桌凑了过来 见细细地问我 哎 大学霸 听说你这次骨折请假 是宋英熙推的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还把他搞到警局去了 我想了很久 才想起关于这个同桌的信息 周亚南 一个很喜欢听八卦的女生 上辈子成绩不佳 没有考上好的学校 却意外地觉醒了 当狗仔的天赋 运营娱乐圈的八卦账号 做得风生水起 你从哪里听到的 我有些意外 这些事情 周亚南怎么会知道 不会吧 你还不知道呢 周亚南吃惊道 我们校内的帖子都扒出来了 不信你看 他说着 还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正是帖子的内容 进报 校霸冲冠一怒魏红颜 始作俑者 竟然是他 细说校霸 学霸和校花之间的爱恨情仇 看到这个标题 我嘴角抽了两下 强忍着尴尬 继续点了进去 发布这个帖子的人 显然对我和宋英熙都很熟悉 清楚地交代了我 从小就资助他的事实 可是旁白却十分偏颇 在帖子的叙述里 我成了一个 为了彰显自己的善心 故意资助了一个贫困的女生 却对他不闻不问的负面形象 帖子里面还说 宋英熙从小就十分可怜 母亲懦弱 父亲酗酒家暴还赌博 我这个资助人 除了给钱让他上学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实在是太过伪善了 我看着这帖子 都无语死了 如果我真的伪善的话 宋英熙对对我这个态度 合着我每年 用自己的零花钱 供他上学读书 学跳舞 都是伪善事吧 我原本以为 帖子写到这里 已经够歪屁股的了 没想到 下面还有更歪的 内容是这么写的 世人皆知 李某之所以会收养宋某 完全是因为宋某求来的 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面对家暴的父亲 他奋起反抗 最终被命运的巨轮掀起的风浪淹没 可他并没有放弃 他想到那个 资助自己的小哥哥 如果是他 肯定会有办法 救下自己的妈妈 于是 他光着脚 整整跑了一夜 找到了小哥哥的家中 并且 在他家的别墅门口 跪了整整一天一夜 李某一家 不只是良心发现 还是收到了舆论压力 才愿意出手相救 然而 他们救助的办法 就是让宋某的妈妈 去他们家当保姆 把人当下人使唤 可悲的资本主义 让宋某第一次认识到了 阶级的可怕 我 不是 写这个帖子的人有病吧 当初宋英熙的确跑了 十几里的路 才找到了他们家 可也没有在家门外 跪一天一夜吧 还有什么叫让许姨 在我们家当保姆 是拿她当下人 合着我给许姨 每个月五万的保姆费 都是百上 各种节假日 我还会准备各种礼品 更别说上次许姨过生日 我还给她买了个 纯金的手镯了 这个帖子接下来 越来越离谱 上面还说 我是个人变态 之所以会资助宋英熙 就是因为看上了她的美貌 小小年纪 就把她当成所有物 不许任何男生接近她 宋英熙之所以会喜欢上许冠南 也是因为英雄救美 而她苦苦哀求我放过她 让她和许冠南在一起 我不许 她一时失手 才会把我退下台阶 之后她因为后悔 还叫了救护车 把我送到了医院 而我 却恩将仇报 把她送进了警察局 还是许冠南 再一次拯救她于水火之中 而宋英熙在这次之后 彻底看透了我 跟许冠南表白了 帖子最后还说 我是个非常无情无义的人 就因为保姆是带了我妈的项链 就要把人送进警察局 丝毫没有人情味 像我这种人 根本配不上人美心善 又孝顺的宋英熙 看完这个帖子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宋英熙成了被我压榨的小可怜 而我却成了从小垂涎人家美色 不择手段的强制爱的小说男主 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说什么垂涎她长得好看 完全都是屁话 宋英熙刚来我家的时候 整个人瘦巴巴的 像那非洲难民一样 也是我好吃好喝的养了她很久 她才会变得胖一点 在我家的时候 宋英熙什么都不做 自然养得很好 可现在 这帖子用了这种春秋笔法 把我写成了一个大变态 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个想法 能把我和宋英熙的经历 写得这么清楚明白的人 除了她本人以外 我不做她想 至于她发布这篇帖子的目的 我还不是很清楚 只是 宋英熙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就别怪我反抗了 怎么样 看完了 你放心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宋英熙就是个白眼狼 你也是倒霉 周亚南摇了摇头 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反正 你这么多年 有多喜欢宋英熙 我们整个学校都知道 她还在外面说 你是她的舔狗呢 扎心了老铁 我才不是什么舔狗 周亚南 帮我个忙 事成之后 我给你说几个明星的八卦 真的 有八卦听 周亚南原本困倦的眼睛 顿时晨光瓦亮 堪比黑夜里骤然亮起来的大灯 那叫一个惹眼 当然 可以 只要有八卦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她猥琐地错了错手 我让她敷尔过来 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她 周亚南听完之后 嘖嘖两声 厉害啊 黎思安 你这招 完全是把宋英熙往死里逼啊 我微微掀了掀唇 并没有反驳 手上淡定地拿出学习资料 开始摸我的卷子 因为我的目的 就是把宋英熙拍下去 让她永远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更何况 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好戏 还要等我去看 只希望 宋英熙不要让我太过失望 因为我的介入 这篇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 我给周亚南赚了一笔钱 让她发到网络上去炒作 她果然 很适合做这一行 那篇帖子 被她转手 就发给了好几个营销号 到今天中午的时候 已经在全网爆火 甚至还出了一条热搜 锦号衣冠禽兽 小某锦号 因为这篇帖子 还引发了一场 关于收养和资助孩子的热议 到目前为止 查到我身份的人还是少数 毕竟 那篇帖子并没有指名道姓 可我的父亲还是知道了 他特意打电话回来 过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让他不同担心 这件事虽然是别人搞出来的 但我推波助拦了一把 接下来对公司的舆论会有些影响 但我会很快洗白 说不定 我家的事业 还能再上一层楼 家里的公司 是我的父母亲手创立的 他们两个都是孤儿 从小相互扶持 这家公司在我爸爸的心里 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一样 承载了他和妈妈半辈子的心血 可当他得知我的所作所为时 什么也没说 只是告诉我 爸爸永远是我的后盾 都说父爱沉默如山 我在这一刻 才算真正的了解 他虽然缺习了我成长的经历 可他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能站在我身后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 有了父亲的支持 我让周亚南 把帖子的热度油炒了炒 甚至还放出了 一些关于我的资料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楚兰突然出现在我们教室外面 我们学校是分班的 我所在的一班 是最好的班级 宋英熙在三班 而楚兰 他成绩稍差 一直在七班 见他风风火火地跑上来的时候 额头的刘海 都被汗湿透了 黎思安 他在前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见我好好的 这才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你怎么来了 要一起去食堂吗 你怎么还吃得下饭 你看看这个 楚兰举起手机 差点丢我脸上 你都上全网热搜了知道吗 所有人都在找你 这个宋英熙在干嘛 他还火上浇油 他激动地点开第二条视频 画面虽然打着马赛克 可认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 那就是宋英熙 这是一段 他接受采访时的视频 请问 这个帖子的女主人公 是你吗 宋小姐 这应该是我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跟我的经历很相似 资助我的人 也幸连 视频里的宋英熙 咬着嘴唇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那他平时对你好吗 宋英熙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色缩了一下肩膀 才说道 思安对我很好的 就是上次我不小心推了他一下 惹他生气了 他才会报警的 至于我妈妈 他却是做错了 毕竟 那是黎阿姨的东西 我妈妈没有资格碰的 更别说戴在身上了 可思安说 我妈妈是小偷 我妈妈不是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思安 看在我妈照顾他很多年的份上 别让他坐牢了 就算思安不想让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也愿意 他一边说一边哭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 看完这个视频 我还没生气 楚兰就已经气坏了 他顾着腮帮子 像是一只小河豚 还扬言要找宋英希 打他一顿给我出气 看他这么维护我的样子 我只觉得高兴 嘴角都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笑 你还笑 都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 你是不是傻 还是说 你还向着宋英希 说这句话的时候 楚兰已经带上了哭腔 眼泪珠子一下了 就滑了下来 我顿时慌了手脚 连忙手忙脚乱地哄他 别哭啊 我像是因为你关心我 我很高兴 跟宋英希有什么关系 我早就不像管他了 小狗奶奶 你可别哭了 和宋英希不一样 楚兰从小就不爱哭 他小时候 跟自己的后妈对着干 被后妈关在门外一整晚 他都没有哭过 还是我路过的时候 发现了快冻僵的楚兰 把他带回了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楚兰哭泣的样子 像再也找不到大人的小孩 哭得直打歌 之后有我明里暗里护着 他就很少再哭过了 就是前世的时候 被他那个神经病 老公家暴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一副 淡淡的巨王表情 也从来没有掉过一颗眼泪 可现在 楚兰他竟然哭了 都怪你 楚兰的小拳头砸我身上 我都瘦着 并且还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 楚兰这才知道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真要这么做啊 嗯 哄完小姑奶奶 我带她来食堂吃饭 点了他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和四喜丸子 才让他止住了哭声 这样对他 会不会不太好 他咬着筷子 对我的做法有些微辞 楚兰 这件事是他先对我下手的 没有经历过前世的那些事情 我也不会对宋英西夏 那么重的手 可是 正因为经历过 我才不愿意放过他 他都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了 我为什么不能挖坑给他跳 可是 好了 没有可是 你再不吃我就把你的排骨吃光了 我当着他的面 夹走他盘子里的一块排骨 他果然没心情想东想西了 加入了抢排骨的战争当中 啊呀 黎思安 这块排骨是我的 黎思安 喧闹的食堂里 突然响起了宋英西的声音 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整个食堂仿佛按下了静音键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统一地把视线汇聚到他的身上 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宋英西今天穿着校服 却是改良后的裙子的裙白短道的大腿 就连头发也染成了橘红色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相貌十分惹眼 此时他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 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耐烦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许关南 说实话 他长得却是不错 最吸引人的 还是他身上那股叛逆和不羁的气质 也许 就是这种气势 吸引了宋英西 才会让他念念不忘 我很快把视线收回 专心地投为眼前的楚兰 见我如此淡定的样子 宋英西原本信誓旦旦的表情有些军烈 他抿着唇走到我身边 像是抓到了出轨丈夫一样质问我 黎思安 你为什么辞退了王叔叔 还有 今天早上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上学 你和楚兰的关系 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周围的人竖起耳朵听八卦 我按下了要跳起来的楚兰 挑眉道 我辞退我家的司机 和你有什么关系 宋英西 我的确资助了你十年 你该不会是就因为这样 把自己当成离家人了吧 而且 我家的司机 为什么要送你上学 现在天还没黑 你想说梦话 是不是早了点 我毫不留情的话 让宋英西的脸色红了柚子 五彩缤纷 她嘴巴张张合合的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我 喂 你竟然敢欺负我的女人 给她道歉 一旁的许冠南 觉得很丢脸 叫嚣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许冠南这个人 我向来都不放在眼里 不管从家世 还是素质 我都可以碾压她 你 黎思安是吧 你给我等着 她朝着甩了甩拳头 把胳膊一甩 转身就朝食堂外走 宋英西瞪了我一眼 连忙追了上去 轻声地哄她 冠南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都是黎思安的错 我给你买你看上的 那个手办好不好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他们两个逐渐走远了 就连声音也听不到之后 食堂才恢复了刚才的喧哗 我这回已经没有吃饭的心情 被两个人恶心到了 楚兰见状 把所有的排骨都扫到她的碗里 吃得还很香甜 慢点吃 别叶到了 我打开一罐可乐 放在她手边 让她顺顺口 我饿吗 你是不知道 我家那个后妈有多讨厌 她说 女孩子体重不能超过八十斤 让我在家里减肥 每天就让我吃那么一点菜叶子 我根本吃不饱吗 黎思安 你也喜欢长得瘦瘦的女孩子吗 谁说的 我不喜欢 我拿纸巾擦掉 储兰唇边的糖醋酱 我只喜欢身体健康的女孩子 嘿嘿 我就知道你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得到了我的回答 楚兰很高兴 还多吃了两块排骨 结果 就撑得难受了 一直到晚上放学的时候 她还直嚷嚷着 肚子疼 我见她难受得厉害 要送她去医院 结果她拉着我的衣角 就是不肯去 最后没办法 我带着她走路回家 就让李叔开着车 在我们身后跟着 走了一段路之后 楚兰的肚子 果然不那么痛了 她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就连看到路边的野花 都十分开心 哇 李三你过来看 这一只流浪猫 我们把她带回家养吧 楚兰发现了一只流浪猫 想要带回去养 很快就跑进了一条小巷子里 然而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了她的一声惨叫 顿时脸色一变 把书包一扔 就冲了过去 楚兰 巷子深处 楚兰被一个黄毛捂住了嘴巴 她身边还站着好几个小混混 其中 就有许冠南和宋英熙 她们两个靠在一起 正在吞云吐雾 我看着宋英熙熟练地 把香烟塞进嘴里的样子 已经忘了 她当初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了 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 她就已经像是变了一个人 爱情的力量 果然很伟大 李四安 你总算来了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竟然敢欺负我的女人 给我打 嗯嗯 看着朝我冲过来的小混混 楚兰十分激动 她想过来帮我 却被宋英熙甩了两个耳光 贱人 一定是你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所以 李四安才不会理我了 她明明就是我的舔狗 凭什么不舔我了 你给我放开她 宋英熙打了楚兰那一巴掌 我怒火中烧 看着她小脸上的巴掌印 我再也没有犹豫 一拳打翻了冲过来的小混混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许冠南带来的人 都被我干翻在地 她经的烟都掉了 看我朝她冲了过去 随后拿起一根棒球棍 朝我砸了过来 嗯 我正要躲避的时候 却看见宋英熙朝楚兰推了一把 我静止冲过去 抱住了楚兰 用身体接下了这一棍 噗 这一棍刚好打在我的后背上 立马喷出一口血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宋英熙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 不可能 你怎么会替她挡 你喜欢的人 应该是我猜对 李思安 你凭什么变性 你该喜欢该保护的人 应该是我 全都不许动 警察来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 李叔带着人找到了我们 许冠南见状不妙 拉着宋英熙就跑了 楚兰一直抱着我 哭个不停 我帮她擦掉眼泪 笑着说道 我还没死呢 你可别哭了 说完 就晕了过去 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我又躺在医院里了 许冠南那一棍子 打得有点重 医生让我留院观察 我跟楚兰说好久 她就是不让我出院 那个许冠南太坏了 就是故意在赌你 李思安 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放过她 楚兰这回恨许冠南 恨得咬牙 一脸汹汹的表情 对了 你不是说 今天晚上有好戏吗 什么时候就可以看 李叔这回买了晚饭回来 楚兰也跟我在一起 我一边指导她做卷子 一边观察时间 等一会 我拿出手机 找到我之前注册的小号 戳进了宋英希的朋友圈 把她拉黑掉之后 我又重新注册了一个小号 加了回去 我只告诉她 我是许冠南的朋友 她就同意了我的申请 现在的时间 是晚上九点多钟 宋英希的朋友圈里 今天更新了好几条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只有你才是最正确的那个人 配图是许冠南的侧脸 是她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装逼的样子 我没有想到 你既然是那种人 也许 我一直都错了 你怎么可能真的把我当成朋友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条的配图 是她哭红的眼睛 我吃笑一声 觉得宋英希有够矫情的 还有今天的最后一条 是一张酒店的房卡 还有一张她手腕上 绑着丝带的照片 今天会成功的吧 深爱你的我 会为你送上 最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礼物 我希望能让你亲手解开 她果然还是做出了那个选择 在我毫不留恋地离开她之后 许冠南就会成为她唯一的选择 那么今天晚上 她一定会想办法 把自己送给许冠南 而我等的 也就是这一天 我一直盯着宋英希的朋友圈直播 等到快十点的时候 她终于再次更新了一条 好紧张 不过我的英雄她真的好帅 被她拆开的时候 我都紧张死了 还好 她终于愿意和我在一起了 现在 是享受礼物的时间 此时的朋友圈照片 已经是酒店背景了 我找准时机 切换到大号 联系了周亚南 你准备好了吗 对方发过来一个OK的表情 我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喂 警察叔叔 不好意思 我举报某某酒店 有人强迫魏成年做违法行为 对方只是一名高中生 举报完毕之后 我放下手机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都要靠周亚南来操作了 我低下头 看着还在跟数学卷子相亲相爱的楚兰 嘴角微微上扬 重生的感觉 真好 当天晚上 各个娱乐平台 再次引爆了热搜榜 今天被各种扒皮的资助案件 引来了惊天逆转 原来被资助的可怜女生 竟然是一个周扒皮 所谓的不小心退下楼梯 是因为要前不成 恼羞成怒 在所有平台上的短视频里 宋英熙那句30万 让所有人都疯狂吐槽 什么叫20万不够 你再给我10万吧 小姐 你是被资助的那个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大小姐呢 关键难道不是 要钱是为了给自己的男朋友买礼物吗 白眼狼王和软犯男的爱情故事 资助人好可怜啊 他帮了他那么多 结果这个小姐姐竟然满口谎话 这个宋某就是我们学校的啊 他还在背地里称萧某是舔狗呢 卧槽 现实生活中的白眼狼王 惊爆 软犯哥和白眼狼王开房被抓了 他还没满18岁 软犯哥 涉嫌强迫未成年 什么人举报的 干得漂亮 各种澄清短视频 一查接着一查 让吃瓜群众人吃饱了了瓜 而这巨大的流量 让周亚男也赚了一笔 借着宋英熙胡说八道的帖子 再把它彻底地打入泥潭里 不得不说 这件事干得漂亮 我一直关注着网络上的情况 得知整件事情 按照我预测的那样去发展之后 就放下心了 周亚男的能力毋庸置疑 所以 在看到宋英熙那个帖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 该怎么给她一个教训了 宋英熙写的那篇帖子漏洞百出 而我手中也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我的清白 然而 我并不想要一句毫无诚意的对不起 我要的 是将宋英熙彻底剥离我的世界 20年的爱恨 应该全都埋葬在过去 而不是我的心理 所以 我把所有的资料 都给了周亚男 让他去运作 他果然不负我的众望 这个帖子的浏览量 和网络上的转发 已经超过了几十万 更别提 还有那些短视频的转发和流量 相信很快 宋英熙就能跟他的妈妈 去牢里团聚去了 就是这一次 不知道许冠男 还会不会把他保释出来 楚兰在我身边 做卷子 做得晕晕欲睡 我拿出他指尖的中性笔 把他抱到了床上 让他睡得舒服一点 嗯 死啊 我好像 把他给吵醒了 没事 睡吧 哦 楚兰揉了揉眼睛 又晕晕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在他睡着之后 来到病房的窗前 看着天上的那一轮月光 时至今日 我已经重生整整三个月了 虽然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重生 但老天爷给的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就像宋英熙希望的那样 再也不要相遇了 而且 是永生永世 再一次见到宋英熙的时候 我和楚兰迎来了重生后的 第一次期末考试 楚兰这段期间的进步很大 基础累积好了以后 他的成绩慢慢地追了上来 已经排在全校一百名以内了 我仍然排在第一名的位置 拉开第二名三十多分 我和楚兰一直看分数的时候 意外看到了一脸阴郁的宋英熙 以前的宋英熙就像一颗小太阳 天真可爱 还带着一种纯真的娇憨 惹人恋爱 可现在的他 全身上下都布满了阴郁的气息 让人难以接近 他身上穿着干巴巴的校服 脸上也画着厚重的妆容 眼睛里再也不见曾经的纯真 听说他这次没有参加期末考 酒店那件事情 对宋英熙的影响很大 虽然他没有成年 但也已经过了十四岁 所以 许冠南并没有算作强迫 被教育了一番之后 就让他们回校了 只不过等待他们的 是全校通报合计大过一次 因为这件事 许冠南对宋英熙的态度很差 可即使如此 宋英熙也没有对许冠南放手 他甚至已经沦落到 被许冠南和他的女朋友们 霸凌的程度了 喂 宋英熙 我让你买的汽水呢 你在偷偷看什么 一个打扮乖丽的少女 从身后推散了他一把 哦 你在看我们学神啊 你该不会还想回到学神的身边吧 可惜啊 人家不要你了 赶紧给我跑腿去 不然 我让冠南把你赶走 宋英熙被推到在地 她低着头 咬了咬牙 最后还是爬起来 默默地跑腿去了 乖丽的少女 做完这些之后 还朝我抛了个眉眼 我打了个哆嗦 连忙带着楚兰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期末考试之后 就是最令人期待的寒假了 在这之前 许一偷盗的案子 终于有了新的证据 妈妈首饰盒里的首饰 已经有一半 被她调换成了假货 至于真品 早就被许一拿出去卖掉 给她那个家暴酗酒 还喜欢赌博的男人了 当警察告诉我 调查结果的时候 我深深地感觉到荒谬 我仍然记得 十年前宋英熙 哭着来找我的样子 当我推开那扇腐朽的门 看到的是鲜血淋漓的许仪 和满脸猙獰的男人 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丝毫生命的迹象 是宋英熙的哭声 让她重新活了过来 可现在 她竟然偷了我妈妈的首饰 给那个差点 将她打死的恶魔还赌债 我到底救了个什么人 宋英熙果然是她的孩子 就连恋爱脑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 得到了警察的允许之后 我独自前来看她 许金花在里面生活得并不好 从脸上都看得出来 她沧桑了不少 连病角都露出了白发 哪里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她是我男人 也是我女儿的爸爸 女人 不就应该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再说了 你们家里有那么多钱 我就是拿一点用用 又能怎么样 她说起这段话的时候 脸上没有丝毫的悔意 我甚至能感觉到 她是真心这么认为的 你让我觉得恶心 原来并不是什么人 都值得拯救的 就比如宋英熙 就比如许金花 不过没关系 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偷到的东西 价值数百万 后半辈子 你就在牢里度过吧 我说完这句话 在许金花崩溃的嚎啕声中 转身离开 在我即将走出大门的时候 我恍惚间听到了一声对不起 我没有停下脚步 她并不值得我回头 从派出所回来的时候 外面下起了大雪 一个裹着厚厚的羽绒服 戴着兔耳朵帽子的小姑娘 拿着两把伞 正等在派出所门口 见到我的身影时 那小姑娘卖着小短腿 向我跑了过来 解开手里的袋子之后 拿出一条围巾 就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听李叔说 你自己来这边了 正好赶上下雪 就知道你没穿多少衣服 冻死了吧 哈哈 活该 她一边骂我 一边把手套 摘下来 给我暖手 怎么样 见到人了吗 见到了 我点了点头 结果楚兰手里的伞举得高高的 这把伞很大 足够容得下我们两个人 我真没想到 许一竟然是这种人 不过 想想宋英熙 也不奇怪了 许冠难都那么对她了 她都不离不弃 果然是天生的恋爱脑 对了 李三 你要不要跟我试试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 停止了流动 我看到楚兰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并且开始撵动着自己的衣角 这是她紧张时候的小表现 那个 开个玩笑罢了 你可别当真啊 你是我的好兄弟 我只是 只是 别哭 我叹了口气 楚兰的小心思 我早就知道了 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 跟18岁的楚兰不一样 我拥有了38岁的李三的记忆 甚至 还曾经有过一段并不快乐的感情 从这一点来讲 我如果同意跟她在一起 这并不公平 我的犹豫 在楚兰看来 就是无声的拒绝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 像天使掉落在人间的羽毛 将整个城市都裹上了一层银白 楚兰突然一把撤掉了我手里的伞 用力抱住了我 不要推开我 李四安 即使你不答应我 我也要跟你白头到老 我喜欢你 李四安 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 从你在我六岁时 把我捡回家的时候就喜欢了 我知道你也许不喜欢我 可是别剥夺 我喜欢你的权利 李四安 可以吗 轻柔的雪花 很快就落满在我和楚兰的身上 她潮若是铜铃血 此生也算共白头 看着趴在 我怀里的楚兰 我情不自禁地附身下去 李四安 楚兰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突然传来的声音 打断了此刻暧昧的气氛 我猛地回过神来 眼底的情感 顿时如潮水般退去 一个人影冲过来 用力把我们两个分开 李四安 你真的喜欢上楚兰了吗 你这样 对得起我吗 宋茵汐像个疯子一样质问我 你害得我妈妈坐牢 现在又想抛弃我了吗 她冲过来想要打我 我一把攥住她的手 把她推了出去 够了 宋茵汐 别在我这里发疯 你妈妈是罪有应得 我不想理会宋茵汐这个疯子 刚才的事情 让我有些心烦意乱 抓着楚兰的手 就想离开这里 可宋茵汐偏偏要纠缠我 你不能走 李四安 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你把我妈妈放出来吧 我求你了 我跟你下跪好不好 你把她放出来吧 如她所说的那样 宋茵汐果然给我跪下了 经过刚才的一番吵闹 已经有很多人 注意到了我们这边 看到宋茵汐的行为之后 顿时对我和楚兰指指点点 我有些气恼 宋茵汐竟然道德绑架 宋茵汐 你该求的不是我 你妈妈偷拿我妈妈的手势 给你那个毒鬼爹还钱的事情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喜欢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 别再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 别再来找我了 我沉了沉双眸 之前忙着考试 宋茵汐发帖子造谣的事情 还没有完结 现在正好让这件事尘埃落定 对了 你之前发帖子造谣我的事情 我还记着呢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转发那么多 怎么也要做三年牢吧 你很快就可以去牢里 跟你的妈妈团聚了 宋茵汐的眼中闪过金句 不 黎思安你不能这么做 我对她扯了扯嘴角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宋茵汐 直准你放火 不准我点灯吗 你记住 这都是 你应得的 推开她之后 我一眼 也没看她此时狼狈的样子 带着楚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身后传来宋茵汐绝望的嘶吼 我统统当作没有听见 回家的路上 我和楚兰默契的 没有提起刚才的事情 似乎为了不让我尴尬 楚兰还是像以前一样 对我 仿佛那天的表白 只是我的一场梦 在寒假到来之前 我一直诉状 把宋茵汐在学校里 对我造谣 产生恶劣的影响这件事 告到了法庭 有了我家律师团的操作 虽然她极力地表示 自己并不想对我 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可她 仍然被判了一年多 而学校 也再次对她进行了通报 做了退学处理 法庭上宣判之后 宋茵汐那双红红的眼睛瞪着我 她说她恨我 是我毁了她的一生 她死也不要原谅我 对此 我只是轻轻一笑 谁稀罕她的原不原谅 我只想让她付出该有的代价 等这件事彻底解决完之后 我开始准备寒假的假期了 楚兰的学习成绩 在稳步地提升 为了让她能更好地实现梦想 我决定带她去世界旅游 顺便让她多做几份卷子 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从南极开始 到挪威看雪 去童话王国芬兰 最后一站是 位于圣托泥里上的小岛 我发计划发给宋茵汐的时候 她很高兴 像只小鸟一样扑过来 对着我叽叽喳喳 李斯安你好厉害啊 这上面的国家 都是我很想去的 尤其是南极 我好想去看看极光呢 你竟然都知道 你太厉害了 我看着楚兰兴奋的样子 心里默想着 我当然会知道 因为这些 都是前世的你 告诉我的 可惜 你到死都没有完成这个心愿 毕业之后 就被家里安排联姻 嫁给了一个精神病的男人 才不到三十 就被她发作之后打死了 喜欢就好 我们明天就走 第一站就去南极看极光 好 李斯安 我爱死你了 楚兰扑过来抱住我 又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之后就红着脸跑开了 我摸了摸被她亲到的地方 弯了弯唇角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因为这次楚兰的成绩不错 考到了全校百名以内 楚父难得的对她 有了几分好脸色 当她说出 想要去跟我旅游时 她思索了一番 也就同意了 她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已经坐上了飞机 前往了南极 你没看到我后妈的脸色 有多难看 她一直想要把我养肺 还好有你 不然 我的未来肯定一团糟 楚兰养着小脸 眉宇间眉飞色舞 诉说着在她家中发生的事情 我在一旁充当一个 合格的倾听者 等她说累了之后 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商务仓的空姐过来问我 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我提出要一条毯子 盖在了她的身上 身后的一对情侣 看到了这一幕 你看那个男生 对她的女朋友好好 我无意间听到了这句话 指尖有些僵硬 男朋友 应该 不算吧 我照顾他 护着他 到底是出于心里的感情 还是因为上辈子的遗憾呢 再一次想起 当时雪中那个差一点的吻 楚兰拥抱我时 对我说出的喜欢 我难道 真的一点感觉 都没有吗 曾经的经历 让我对感情望而却步 我不敢坚定地 再迈出那一步 同样不愿意让楚兰接受一个 内心已经苍老的李思安 可感情并不是认为能够控制的 跟楚兰的相处过程中 我也忍不住对她产生了感情 要不要在一起 这件事 直到我下飞机的时候 还在恍惚之中 李思安 你在想什么呀 乘船前往南极州的时候 楚兰看我精神恍惚 十分关心我 我握住她 扶着我额头的手 对她摇了摇头 再想一些事情而已 没事的 哦 我以为你身体不舒服 不过 这里真的好漂亮啊 还好我带着单反 我要把这些景色都拍下来 不如你开一个旅游账号吧 以后你可以到处旅游 把所有的美景介绍给所有人 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楚兰的眼都亮了 李思安 你跟我果然心有灵犀 我之前就想到了 只不过 一直都没有去做 我有些害怕失败 可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要试一试 去做吧 我一定要当第一个 关注你的人 就算你没有其他粉丝 还有我在 楚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南极的风吹的 她鼻尖红红的 我帮她弄了弄围巾 和毛绒帽子 就听见有人大喊 快看 是彩色的极光 我和楚兰一起 顺着所有人的视线看过去 果然在银河一样的天幕上 看到了彩色的极光 斑驳的色 才以一种奇幻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 楚兰已经迫不及待地 拿起单反相机 进行拍摄 而我同样拿起了手里的相机 镜头对准了它 将它和极光 同时定格在我的胶片之中 它在我眼里 早就和眼前的景色 融为一体 密不可分了 这也是 我今生今世 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我和楚兰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朋友圈里 时常更新着我们两个人的旅程 不管是在挪威滑雪的时候 楚兰不小心滚成一个雪球的样子 还是在盛托里面 两个外国的美女找我搭讪 我惊悚的模样 全都被她拍摄下来 不仅留在了记忆之中 还留在了她的相机记录之下 等到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回国了 我爸给我发消息回来 他今年会回来 陪我一起过年 再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 发现他苍老了很多 记忆里一直是他高大英俊的模样 如今 也已经成了一个英俊的老头 他走过来 给了我一个拥抱 拍了拍我的肩膀 问及这半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他叹了口气 儿子 你长大了 随后 看向跟在我身边的楚兰 对我意味深长地说道 老子现在再教你一次 要珍惜眼前人啊 我知道他说的是楚兰 可我们现在才高二 要不要这么着急 我爸回来的那天是正月29 三十晚上陪我们吃过年夜饭之后 就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打发我去找楚兰了 这个日子 他在家里一定不好受 你去陪陪他吧 我没有拒绝 拿着银行卡就出去了 我买了很多烟花 约楚兰在江边见面 在他到来的时刻 点燃了所有的烟花给他看 在绚烂又瑰丽的烟火中 我牵住了楚兰的手 今天放假一天 记得明天多做几张卷子 李斯安 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啊 这个时候竟然这么杀风景 说什么卷子 嗯 可是我想让我的女朋友 考上一所211啊 她难道不想吗 听我的话 楚兰愣住了 女 女朋友 对啊 我想让我的女朋友 和我一起去上大学 她最起码也要上一所211 你说的是真的吗 楚兰此时已经缓过神来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然 好 李斯安 这可是你说的 我一定会考上211 你就等着做我男朋友吧 那就好 楚小姐拭目以待 有了答应 做她男朋友这个目标 在前面调着 楚兰更加卖力地学习起来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 楚兰已经从七班分到了三班 这个新的班级 经过几次人员调动之后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回来 而所有人 似乎都遗忘了宋英熙 只有我偶尔会在学校里 碰到那个 带着女朋友招摇过世的许冠南 这一事 宋英熙没有带她去我家偷窃 我自然也没有报警抓她 许冠南还是那个校爸 只是她在看到我的时候 会自动绕着走 不会上前来烦我 久而久之 不知从哪里传出了 我比校爸还厉害的言论 没看校爸都绕着我走吗 半学期的时间匆匆而过 我们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日子 三年的奋发图强 在这一刻将得到最好的回馈 在去参加高考之前 我先一步收到了宋英熙的消息 电话是监狱里打来的 预警说宋英熙想要见我 我沉思了片刻 打算去见见她 看看她还想再说些什么 不过 我告诉她我只有高考后有时间 那边说可以之后 我便挂断了电话 时至今日 不管是爱或者说恨 宋英熙都无法引起我心里的任何情绪 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罢了 六月天气炙热的像是要把人考化掉 我爸为了这个日子 特意把工作忙完 在我考试的前一天回来 考试当天 他甚至比起我还要紧张 一会儿查查我的书包 一会儿问我准考证带了没有 他甚至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让公司里的秘书小姐姐 穿旗袍为我打气 当然 旗袍小姐姐也多了一个月的奖金 我对此表示哭笑不得 为了防止后妈故意使坏 临近高考这几天 楚兰都是在我家过的 她显得比我紧张多了 不用怕 就算没有211 你也是我的女朋友 而且 我相信你 你的成绩足以上任何一所211了 在这半年的时间 楚兰的进步很大 已经从全校百名以内 进步到了前20名 我知道她有多努力 为了这场考试 她每天费井望时 我看了都觉得心疼 听了我的话 楚兰摇了摇头 思安 一开始 我的确是因为想做女的女朋友 才会那么努力 可是后来 我发现了学习的乐趣 我现在也是 想证明我自己的努力结果 这一年 我真的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如果没有你 我现在不知道 还会不会坐在这里 跟你一起去高考 楚兰告诉我 在几天前 她的后妈竟然打电话 联系她去相亲 她当时就觉得 自己的这个后妈 一定是疯了 她才多大 竟然就想着 要把她嫁出去了 好在这一次 她不是孤军奋战 甚至还因为有了好成绩 让她爸爸多看了一眼 于是 她朝自己的爸爸 说起了这件事 而后妈 挨了一顿骂 我虽然很不喜欢我的父亲 但是能借事的时候 我还是会借的 她的我的父亲 保护我是她应该的 我抿了抿唇 握住了楚兰的小手 脸色却沉了下去 那个相亲的男人 就是上辈子打死楚兰的那个人吧 她是一个大企业家的独子 因为有精神类疾病 一直没办法正常娶妻 那个人的父亲 不想让她随便找一个普通平民 就看上了同事大户人家的楚兰 这辈子 竟然和上辈子同样的选择 我捏了捏手指 这个男人 始终是个隐患 要想办法 把她给解决掉 不过眼下不是最好的时机 我看着已经不再紧张的楚兰 先让她安心考试吧 我和楚兰被分到不一样的考场 经过两天凝重的考试之后 我们终于解放了 班级里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扔书本 在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 这是属于我们的狂欢时刻 借着这个机会 我找到周亚南 让他再帮我一个忙 上次的舆论成功 让周亚南尝到了甜头 他知道自己学习不行 已经有了想要利用自媒体赚钱的念头 如今一看到我 就好像看到了财神爷 连问都没问 直接答应下来 我给了他一部相机 让他24小时跟踪那个精神病 务必要拍下他犯罪的证据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我还给他配备了两个保镖 在这样全方位的保护下 不到一周的时间 周亚南给了我一叠照片 里面全是那个男人打人时候的样子 在我的推波助澜下 某个大企业家的儿子 是个暴灭狂的事情 席卷了所有的网络平台 最终 以这个儿子被送往国外而结束 楚兰彻底解除了联姻的危机 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 认为这个人恶有恶报 在高考成绩出来的当天 我去见了宋英熙 他被关在里面只有半年 人却瘦了一圈 监狱里的制服穿在他身上 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在看到 我终于来见他的时候 他显得十分激动 斯安 是我呀斯安 你快放我出去吧 我知道错了 我不敢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斯安 你还爱我的对不对 只一眼 我就认出 宋英熙同样重生了 宋英熙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永远等你 我冷冷地看着他 眼里 不再有曾经对他的宠溺和爱恋 曾经的感情一扫而空 此时有的 只有无穷尽的冷漠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应该爱我才对 斯安 是楚兰对不对 你们在一起了 是他抢走了你对不对 宋英熙十分激动 他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妄想我能像前世一样爱他 他甚至 连道歉都不是心甘情愿的 他只是吃了苦头 想找我这个冤大头 继续宠他而已 可他忘了 爱是相互的 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甚至还伤害了我 却妄想 我能一如既往地爱他 没有人抢走我 我的心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选择 去爱值得我爱的人 宋英熙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你自己说过的 希望我能离开你的世界 我已经做到了 你也不要后悔 说完这句话 我潇洒地转身离去 身后传来宋英熙的哭泣声 可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生一世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手里拿着满分的高考试卷 我可以去上心仪的大学 走出另一个安全不一样的人生 警局外 楚兰撑着一把伞在等我 黎思安 我的成绩下来了 我考了600多分 可以上211了 怎么样 男朋友 我是不是很厉害 对 我的女朋友就是很厉害 当暗暗散尽 忠赢何长明 我走了两世 终于走到了对的人身边 楚兰 往后余生 请多指教 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